为什么学佛以后还会遇到很多不顺利的事情 有一些初学佛者遇到不顺的时候 就会怀疑佛教不灵 甚至向佛菩萨抱怨 这是毫无道理的 这就像是一个本来坐在轮椅上的人 经过一位名医的治疗 现在已经可以站起来慢慢走路了 却向医生抱怨说 为什么你明明已经给我治疗过了 而我现在还不能去参加奥运会白米赛跑 不能参加奥运会是因为自己本来的底子就很弱 和医生有什么关系呢 同样的道理 出生在娑婆世界 这个舞着恶事的人 身上满满的都是恶业 遇到不顺的事情实在是太正常了 要是不学佛的话 情况只会更糟 学佛人遇到逆境的时候 首先要想到 这都是因为自己之前种下了恶因 才会得到今天这样的恶果 要心甘情愿地接受 进而想到 要尽快消除恶业 提醒自己 多忏悔 多念佛